ELECTRICAL DIPO 我們上次看到那個ELECTRICAL DIPO 不過整個要從這個EK開始 就是在庫倫電力裡面你要是有一個指點 那它的電場應該會有點類似這樣 那這個ELECTRICAL DIPO 它當然是兩個指點之間的一個關係 那兩個之間一個指點關係 後來我們當然進一步步在這邊推的時候 就往下做 結果你會發現 你要是有很多指點的話 就是你的指點要是很多的話 那你會SUMMATION 會長這個樣子 這什麼意思呢 就是說現在有一個座標系在這裡 你現在想要量這邊有一點叫P點 那這個P點呢 這一個叫R 它跟這個O呢 事實上是有一個向量存在的 有一個距離存在的 那另外呢 你可能會有一個QK 這QK是一個電荷 QK跟它之間呢 它當然會產生一個場 會有一個EK的場 那這個QK本身呢 這裡也會有一個RK 我們把它代表SAUCE 所以如果你有一點呢 產生這種關係的話 我們知道在這個地方會變成呢 這個向量 這邊有一個向量是長這樣 那要是你現在呢 不只一個QK 你還有另外一個 假設是QM 在這個地方 那你這裡當然 也會有一個RM 那它跟它之間呢 也會有一個EM 那它就受這兩個的影響 那這個全部受到的影響是 長什麼樣子呢 就把它加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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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概是這個樣子 所以呢 我們在做那個 Electric Diple的時候 在這個example裡面呢 它事實上是有兩個指點 一個是正Q 一個是-Q 那這裡有一個原點O 那同樣它想算 這邊有一點叫P 那這個P呢 它受什麼呢 它也受這個Q的一個影響 它也受這個的影響 OK 有兩個都產生電場 對它做影響 那這個P本身啊 你放在這裡的時候 它事實上是有一個 我們用QP好了 假設你放一個QP在這邊 這是要有指點的 那才會受力嘛 不過呢 你要是不彈這指點的時候呢 你就會發現 這邊事實上會有兩個電場 一個是一正的 一個是一負的 產生電場 在這一個點會有電場 那剛剛講的 這裡有一個R 這一個是一個R 對吧 它要算的那個距離R 那你在這個地方呢 你會發現呢 這邊呢 會有一個R正的 R正的Prime 也就在這個地方 從這裡到這裡 從這裡到這裡呢 會有一個R負的平方 所以這邊是Prime的R正 那這一個呢 是R負的Prime 因為它是Source 所以這邊會有兩個 那我們 把這一個向量呢 從這裡到這裡 這個向量呢 我們說它叫做D 換句話說 這一個大小叫D 它要問呢 這個E呢 這邊所產生的 這一個E呢 最後呢 會是什麼 最後會是什麼 那我們後來呢 經過整理以後呢 發現它事實上是 4πε0Q Q是一正一負的 這是兩個一正一負的 那這一邊呢 會有一個R 減掉2分之1D 然後 然後 R減掉2分之1D的3次 好 會有這樣 那 現在這裡當然看得出來 這個D是固定的 但是R在變動 R是變動的 那這要減掉 R加2分之1D R加2分之1D的3次 OK 這上次已經有推倒過了 那這兩個來講呢 我們又發現呢 這個R減掉2分之1D R減掉2分之1D的3次呢 會 趨近於 會趨近於什麼呢 會趨近於什麼呢 會趨近於R的 -3 R分之3 R.D 除以2 減掉 D 它最後呢 會 變成這一個樣子 OK 我們先到這裡 我們上次一路推 大概就推到這裡 那首先先跟大家介紹一個概念 叫庫倫定律 之後呢 再從庫倫定律 延伸到呢 這個點電荷的電場 那點電荷電場 因為它有加乘性 不同的電荷 會在某一點 構成不同的電場 要用向量核把它加起來 所以它會變成這個樣子 這是它的值 當然4πF 上次還沒有提 4πF 應該是跟一個球面有關 我們後面那個高斯定律 你還會看 它是從 那個 基本假設來的 所以整個架構在這裡 不過我上次特別提過一件事情 在算這個的時候 最後的結果會是什麼呢 最後的結果會是 隨著R變動 所以這整個共識裡面 這整個共識裡面呢 未知的 未知的是R 這是我們要求的 已知的是什麼呢 已知的是Rk' 這是已知的 它不會再動 所以這裡面呢 我們常常在求解 求解 求到最後呢 他說這是一個函數 隨著什麼東西改變 這邊要跟大家提的就是 它會隨著R改變 所以R就是我們的廠的空間 那那些 prime的 這些sauce呢 它是不動的 它自己有形成另外一個空間 你必須用其他方式去對它做處理 在點的話 你直接相加減 等一下我們看到一個連續的電荷的時候 它就必須用積分 積分就從那時候又要開始了 那再從這一邊呢 我們用一個雙支點的例子 一正一負 在這個例子裡面呢 這個R是變動的 這個從這裡到這一點 只要這個固定住了 這個當然就固定 但因為它在變 所以這一段也是變動 但還好是這一段雖然在變 它是隨它變 所以這一段是從這個 跟這個的關係來的 這裡有一個正的1 2D 那這一向下這邊有一個負的NGD 所以你可以看到這兩個不一樣的地方 那再從這一個呢 我們可以推導到這個公式 這個就是R減掉R' 這個就是R減掉R' 這一樣的 這是R正的 這是R負的 因為要減嘛 這是R正的 這是R負的 所以減掉負的這一個 那這個負號是從Q來的 因為一個是乘上正Q 一個是乘上負Q 後面這個乘上負Q 所以整個呢 我們會推導到這一個式子 所以從這裡呢 你當然也可以去看 加上RNZ D 這個會趨近於什麼 那用公式的概念來看呢 這邊只是負D變成正D 就是D被加上一個負號 所以這是一樣的 這個D會被加上一個負號 那這裡也是一樣 我們就可以得到相對應了 再把這兩個加起來 這個1呢 最後的結果是 這大家要去計算 要把那個 太小的量把它消除掉 必須把它消除掉 OK 最後呢我們發現 它會是 這一個 好 你把這兩個呢 做處理以後呢 會得到這一項 會得到這一項 這裡有一個D在這裡 對吧 所以這邊事實上 是我們球面坐標的C 從Z 軸 從這個Z 軸呢 下來的 這裡有一個C 所以這個可以變成 cosC 大R在乘上D 因此呢 你會發現這一邊會等於 4π ε0 這不是R平常 這是R三方 Q寫在這裡 那這是3 R平常在底下 R跟D 然後這裡有一個cosC 然後這個RAR 然後D的話呢 是D的AZ D呢是在AZ方向 所以D的AZ 這是R的AR 好 那當然在單位上面 大家比較一致 所以你可以看到 這個R會消掉 那這裡有D 這裡有D 這大概相加減的單位 是一致的 那從這個式子呢 我們當然就可以看到 它是4πε0分之 那它把Q跟D呢 當作P 它說 我一個P向量呢 是D AZ 但要乘上Q sorry Q跟D把它乘起來 它把它當作一個量 這是一個moment 叫diple moment 這是一個 這後面我們都會在這看 叫diple moment 那這個diple moment呢 我們就把它寫在這裡 寫成P 就是Q乘D Q乘D 是一個diple moment 那裡面呢 這裡還有一個R三方 本來是R平方的 因為這兩個正戶太相近了 有點削減的作用 又降了一個維度 在物理現象裡面經常是這樣 你如果只有一個的話 二次的平方 R平方分之一 那因為這裡有相加減效應 弧形中又降了一階 會降了一階 所以這是R三方 這是R三方 但是 在這邊呢 你會發現它是3倍的cos AR 減掉 AZ 會變成這樣 那 AR 跟AZ 還可以再換 換到哪裡呢 換到 AZ 跟AR 所以 你把AZ 換掉的話 會變成 4pi Epson 平方 R三方 分之P 但這邊是3倍cos 的 C AR 減掉 減掉什麼呢 這個AZ 你如果去看的話 它是cos C的 AR 去減掉 sin C的 A C 它是長這樣 這個是A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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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Z 這事實上上次應該有稍微畫過 大家回去也可以畫一下 到這一邊呢 我們最後就可以知道了 這一個Eletrical Dipole的電場呢 會等於 4pi Epson R三方 P在這裡 3倍cos C的 sorry 2倍 加上 sin C的 AZ 所以 合起來的電場呢 應該是這個樣子 那 在這個式子裡面 我們當然可以來看 C等於0的時候 在這上面的時候 C等於0的時候 這一項是不存在的 所以它只有在AR方向 也就是說它只有在這個方向 這時候的AR C等於AR 剛好在這個方向 那C是90度的時候呢 這一項是不存在的 所以只剩下AZ的方向 那它的方向在哪裡呢 你可以看到 這是sinAZ的 所以90度剛好在這裡 那90度的AZ的方向在哪邊呢 它是向下的 在這邊 你可以看到 它這裡有一個 正面一個值 AZ的 它是一個這樣下來的 這看出來了嗎 一個向上一個 向下有沒有看出來 這裡 這裡 這一點的話 如果對它來講 是 這樣下來 對不對 對這來講的話 是 這裡對吧 但是反向了 在這裡 ok 所以這兩個加起來 當然是 向下 下90度向下 有沒有看出來 如果是 continuous的時候 如果它是連續分佈的話 continuous distribution的話 那它到底會是什麼樣子 那如果是一個連續體 那當然我們這時候要去 描述它的時候 我們當然會希望 它會用一個 關係式來看 所以我們通常會拿 假設這裡有一個sauce在這邊 這是一個sauce 那這個sauce 對這一點 是我要描述的這個p 我想要知道 這一邊這個場 1到底是多少 那它受的影響呢 事實上是v 這邊有一個v' 就整塊體積 這邊有一個v' 那這個v'在對它來講 會產生什麼影響 它就當然先拿一個點來看 那這個點呢 叫dv' 它是一小點 所以這個如果是一個dv'的話 你就可以看到dq'是 這邊有一個電荷密度的分佈 那它有一小塊體積 所以它的電荷呢 事實上是長這個樣子 dq'是長這個樣子 那從剛剛寫的一個公式 是一樣的 那我這個電場 必須要怎麼寫呢 那當然是有一個 4πε0 這一項一定會存在 那裡面是什麼呢 那裡面是什麼呢 裡面它會有一個R跟它的距離 R平方 這跟它的距離 那方向呢 在這裡要E是要有方向的 對吧 E本身要有方向 所以它會有一個AR方向 那上面還有一個Q 4πε0R平方是Q 然後那個AR方向 那那個方向我們用的是 大小是low 然後是dv' 對這一點來講 如果以它當作一個中心 來看它的話 那麼這裡呢 就會形成一個R 這會形成一個R 那這個R呢 就是寫在這一邊 OK 那low呢 是這一塊 那個電核的電核分布 所以low dv'就是dq' 那再放在這裡 所以4πε0dq'的R平方 4πε0R平方 是dq'的AR 就是這樣子 但因為它是一個 連續體 所以會變這樣 你就會寫成這個FOR 就會寫成這個FOR OK 好 大家看到這個FOR 那有什麼感覺呢 單位 V3M 那後面只要是碰到 實際的物理 一定都要寫單位 沒有寫單位的答案 都是錯的 OK 好 那E本身呢 是長這個樣子 要回到我一直在強調的問題 這個最後的答案 V3M1 它到底是以什麼為變數 這到底以什麼為變數 那這時候就牽涉到一個問題了 我們剛剛在這邊看的時候 這裡有一個V'對不對 這裡有一點叫 P' 那這個對它影響呢 這個叫做R 整個是用這樣寫的 對吧 那DV'在這個地方 那我們在這個地方會產生一個E 這個1 一定會有座標的 跟這個座標變數有關 它會隨著 E1 U2 U3 這個變數再改變 那 這一個 為了要描述 這一個體積的分佈 那它的那個V'呢 事實上是U1' U2' U3' 是這一個 它自己會形成一個座標 它自己去換 那這一點呢 我們用的是 U1 U2 U3 那這時候你就要看啦 我們的座標事實上是在這裡 我們這裡有 U1 U2 U3 這是我的座標 那這個座標裡面呢 你就可以看到 從這裡到 這裡有一個 從這裡到 這邊也有一個 所以這個是 R的Source 這是跟Source有關的 這一個呢 是 我們要的電廠的R 這一個要的電廠的R呢 是跟 U1 U2 U3有關 這一個Rs呢 會跟什麼有關呢 你可以看到 如果從這邊來看的話 這一點跟它也要產生一個關係 但是是固定的 你會從這一邊過去到某一點 然後在這邊形成一個座標去描述 懂這意思吧 這邊有一個座標系 這個座標系的圓點 叫O' Rs 是固定的 因為 O跟O' 是固定的 所以 這個 Rs 是Fix 它是固定的 它不是變動的 這是一個固定的向量 那在這個向量之下呢 這邊去變動 這邊去變動 所以這個Dv'會跟什麼有關呢 Dv'它會跟 U1' U2' U3'有關 它會跟這三個這邊有關 那最後就回到我們這個R 我們在公式裡面的R 會跟什麼有關 會跟這六個有關 好嗎 所以我們的R呢 事實上是 這六個變數通通有關 這裡有一個座標分佈 那P本身對這邊有一個座標分佈 所以這兩點 這個對這邊有無窮多點的每一點 每一點 它們兩個都在變了 U1'也在變 U1' U2' U3呢 如果它變的話也會跟著變 但一旦這個先固定的時候呢 是這一個在變 是這一個在變 所以 你可以想說 要是我要求某一點 再把它固定住了 就回來了 變成這一個在變 那你怎麼知道呢 因為 這一邊 它會有一個 dummy variable 對不對 亞變數 還記得嗎 什麼叫亞變數 做完了以後 它就 不見了 大家覺得 這個式子 這個式子 G完分以後 是T的變數還是X的變數 這個 我這樣寫當然是X的變數 為什麼 因為T在G的過程裡面 X是當作固定的 是不動的 只對T來做 對不對 所以這個在G分以後呢 當然是X的變數 那這個能不能寫成這個樣子呢 這兩個一不一樣 只有一樣的 為什麼 是嗎 因為這個G完也好 這個G完也好 這個 independent of T 這是 independent of S 所以T跟S 在這種做法裡面 我們都稱它是一個Domin 它都亞變數 亞八的啦 它不具有任何作用 它沒有 就是它不會講話的 它沒有話語權 它沒有辦法去談任何東西 最後的結果跟它無關 反正已經做完了 所以你可以看到 這一個這樣寫下來以後 E最後會跟什麼有關 U1 U2 U4有關 OK 好 這就不斷在強調 所以我們後面呢 在做任何題目的時候 都要非常小心說 我現在Source 到底是哪一個坐標 我現在解的 最後那個在跑的 我的空間中的某一點 到底是什麼坐標 這要把它搞清楚 要把它搞清楚 好 那有這個概念以後呢 我們繼續來看例子 那這個例子很簡單 這邊有一條 無窮長的 無限長度的 正乎無窮長度的 正乎無窮長度的 的一個線 一個線 那它要問呢 這一點P 受到它的影響 電長會是什麼 在這個P上面 這一邊的E 到底會是什麼 那這根長度呢 它的變核密度呢 是LowL 是Constant 線密度 它是一個線密度 而且是一個常數 OK 那問最後 E是什麼 最後的這個電長強度 會是什麼 那這時候我們心裡 當然就要有底啦 我最後答案要的是這一個 對不對 那這是一個 軸對稱的 所以選什麼座標最好 球座標好不好做 不好做 SYZ呢 好像還好 但是沒有什麼來的方便 絕對沒有圓柱座標來的方便 所以我們最後呢 會去選 一個座標 在這裡 叫做圓柱座標 那這個圓柱座標呢 它會有一個O點 那這邊呢 會有一個距離 R 那角度呢 phi角呢 因為它對稱 所以任何phi都可以 看到嗎 是for anyphi都一樣 因為它對稱嘛 對吧 都一樣 一樣的 這個O點能夠放在哪裡 都可以 為什麼 因為它的長度 無窮多長 如果fixed 就要計算 額外計算 無窮多長 就是長這個樣子 它是無窮的長度 就是這個樣子 那source在這裡 對吧 所以這一邊 是叫 z' 那對它來講呢 也是z 所以這一條線呢 既是z'又是z 它有兩個 它有兩個座標軸 是重疊在一起的 這裡有兩個座標軸 是重疊在一起的 所以它本身呢 也是一個z 那這邊呢 是 一樣是 O' 這兩個是一樣 一致的 你把它擺在一起 但等一下 積分的時候 要分開 那 從這個概念裡面 當然你就會想了 那 這一個p點 是r還是r' 當然也可以是r 也可以是r' 對吧 但問題 這個不會放到裡面去 它沒有在裡面 所以它絕對不會是r' 它是在外面 source以外的 所以它一定是r 這一定是r 好 那根據這個式子呢 那我們要怎麼去寫它呢 同樣的 把公式寫下來 我們先來看d1 這邊有一小段 叫做 我把g寫到這個 d z' 這有一小段的電荷 這有一小段電荷 叫dz' 那 這邊下來呢 有一個r 這邊有一個r ok 對吧 那這時候我們就要看 這一個的d1 這一小段所形成的d1 會是多少呢 它是 4πε0分之 rldz' ,對吧 那底下呢是 r平方 上面是 因為它這是往這一邊的 是往這一邊的 所以這裡呢 事實上會有一個方向 是一個 我們先用球面座標來做它 比較方便 等一下再把它反回去 所以呢 D1基本上啊 你去看這一個的話 那它會長這個樣的 它會長這個樣的 那不過呢 你會發現 馬上很快 我們就會發現一件事啦 這是對稱 所以你這邊 有一個是像這一邊 這一邊一定 也有一個 是像這一邊 對吧 換句話說 有效的 這兩個一加起來以後 正負相消 有效的只有在 這個方向 有效的部分 所以你會發現呢 D1的 Effect 有效的 會在哪裡呢 會在 4πH0分之 LowL DZ 這個 R平方 這個還是R平方 你不能動它 然後呢 已經不再是AR了 是在這一邊 OK 在這個方向 這個方向是 AR 但是呢 大小要放回去 所以 這個地方 下來這裡有一個seed 對吧 那 這個是seed 這裡當然是π-seed 也就是說 這個地方是 π-seed 這是seed 這是π-seed 所以 這個是π-seed 那 它必須 大小 這個AR 已經不再是 這麼大了 它必須乘上 這個地方有一個 cos π-seed 當然你也可以用比例的 也可以用比例的 我們先用這個來寫 但是必須要兩倍 OK 因為 這邊提供一倍 這邊提供一倍 總要兩倍 所以這是整個 我們就可以寫成這個form 那方向AR已經固定了 就是這一邊 換句話說呢 D-effect是這樣子 那如果全部呢 會是什麼呢 當然就是一個積分嘛 對吧 那這個積分裡面呢 你可以看到兩倍會約掉 所以是 2π ε0 ロ L 是固定的 然後呢 沒有固定的呢 我們把它拿出來 AR也是 算固定的 就是 這個環境 它不會造成影響 然後剩下的是 R平方 再來是 cos π-z A R 大概是這樣 我先這樣寫 那不過這個cos π-z 因為 它這個值 本身 因為是負的 對吧 這是負的 那它事實上 我們在看大小而已 我們用大小來看它 那cos 的大小 這邊怎麼比呢 是這一個角度的cos 對吧 這個角度的cos是誰比誰 是這一個比這一個 對吧 cos嘛 它比它嘛 也就是說 R比R 這裡有一個R比R 對吧 R跟R相比 因此呢 在這一個呢 我們這邊可以變成 類似這樣 OK 就是你要換 要不斷去換它 那換完了以後呢 一樣了 這個換尾到底在哪裡 我們到底用什麼來算 所以這時候呢 我們就可以用 這一個 但R 這一個是什麼呢 這一個事實上 一個是z' 一個是R 所以這個R三方裡面 它事實上是 R平方加z'的平方 二分之三 二分之三次方 二分之三次方 OK 要開根號碼 在三倍 對吧 所以上面這是R D Z' 那 這個還必須繼續往下 G對不對 那這個怎麼G 這一個 這G分數G嗎 那G'從哪裡 G到哪裡 要從 OK 因為現在在G Z'對不對 R是固定的嘛 離它固定的R在這裡 所以這個我們都可以看得出來 現在剩下的這一個 請問這個G起來多少 有沒有同學背了 這個 所以我G分很難 對不對 那這一題要是考試直接這樣考 就倒了一大票 對吧 除非你背它 有沒有人背過這個公式 這個 這個G分數是多少 什麼的微分會等於它 哪一個的微分 之後會等於它 有沒有人知道 這一個 這一個你把它微分了以後 不過這裡還要乘以R平方 R平方在上面 你先把這個微分就知道了 這個微分之後會乘以R平方 所以這裡要有一個R平方 它最後呢 會得到這個式子 這是一個查表的啦 一般考試不會出到這個樣子 不過大家自己去回去 把你們的那個 維基分的課本拿出來 翻到最後面 維基分的課本 後面一定都有積分表 去查那個積分表 知道吧 你就會查到這個式子 那 然後呢 我就把最後答案寫下來 我們最後呢 會得到 好 再來呢 我們來看 高斯定力 那高斯定力呢 它事實上是一個延伸 我們上次有稍微講過了 我們有兩個基本假設 那它本身呢 它是一個sonoid的時候 這個必須要等於0 對不對 那如果是rotation的時候 卡1是等於0的 因此 在這一邊它說呢 你的 是這一個 rho rho呢 事實上是 volume density 它是volume density 根據這個式子 我們當然就可以知道 你把這一個 給去dV v' 你對它做dV'的時候 我們會看到 divergent theory 跟我們講說 這裡會有一個s' 對不對 然後是1 g dot d s 會長成這個樣 這一個外圍了 它當然是外圍的這一個 那這一部分會是什麼呢 這一個 現在有一個sauce 是dV'在那裡 那你把它帶進來 帶進來之後呢 你對它做積分 帶進來以後 對它做積分 你會發現 這一個就是 Epsilon Q 這個v本身包下來的總電荷 所以這包下來總電荷會等於什麼呢 會等於 這一個e呢 去dot ds 這個電場 它自己的 我剛剛講過 那些座標上 有些是可以重疊的 對不對 有些是可以獨立的 這一邊呢 它所描述的 雖然它的外觀是 那個v'的 但我們想彈的是 這一個e本身 它的分布 它的電場會是什麼 那這時候當然是我們要求的 它是在那上面變動 所以它座標是 隨著我們要的 那個座標來變 所以這整體上來講 你就會發現 它會長這個樣子 會長這樣 好不好 所以這是一個相當有名的 一個高斯定理 就是長這樣 這是上次我們事實上已經寫過了 OK 我們來看看 我們下次見 再次見 我們下次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